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20号 在美国纽约总部揭开序幕 举行前夕 代表我国出席的外交部长 独斯里塞夫丁阿都拉 在会前针对缅甸局势发言 促请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解决缅甸军事政变后 引起的一系列危机 塞夫丁星期在纽约和缅甸反对派成员会面后 作为小组成员向记者发表了讲话 塞夫丁指出 从现在到11月 东盟必须认真审查 东盟领导人就缅甸局势达成的 五点和平计划共识 是否依然适用 如果共识起不了作用 就必须决定下一步行动 不能等到11月会谈举行之后 才关注这项课题 与此同时 塞夫丁也希望联合国安理会15名成员 不要辜负缅甸人民 联合国安理会目前正在考虑 一项由英国起草的决议 那就是要求结束缅甸境内的 所有暴力行为 敦促立即停止向缅甸转让武器 呼吁缅甸军政府释放包括昂山素姬 在内的所有政治犯 执行东盟和平计划 并允许实施民主过渡 刘派到19月30日和平计划 刘派到20月31日和平计划 在内的所有政治犯罪中 投射性的务力行为